给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这次的写真集啦 就是说我的第一本出版社出的一本 然后呢 这因为之前其实在出道之前 也出过一些写真集嘛 是自己找人拍的 然后自己印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 像头发呀 像化妆 化妆就是自己化的 然后衣服也都是 就是自己想穿啥就穿啥嘛 也不是想穿啥 就是自己想的 就是自己想这次 要想拍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呀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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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反正反正都是自己决定的 然后这次的话就是都交给了专业的那些化妆师啊 那个摄摄影师啊 就反正就是我这次就是除了我这个人出镜就是也什么都没有参与 然后像服装也是平时不太会穿的一些衣服啊什么之类的 还有就是对对对反正就是 还有就是像头发那些也没有用定型啊 反正就是那种头发乱飞的那种图片会有很多 反正就是还有妆的话就是 真的是无限趋近于素颜的一个妆这次 我觉得大家就是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 就是感觉什么都没有画的感觉 我找一张 我坑一坑 我先我看一看啊 哎挺好看的 哎挺好看的 哎等一下 突然开始欣赏起来 就是说妆妆的话就是真的就是非常的素吧 像那个口红的话也用的是就反正没啥颜色 反正就是没啥颜色 然后挺挺就是大自然的那种感觉 等等啊 我又不是我都挑 我在我在努力的挑 这张比较大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就是说就是说什么就哎呦 怎么变形了变形成这样啊反正就是大家就是好好自己啊感兴趣的话去看一下吧 掐毒石 对我现在就是在掐毒石反正就是说你们看了就知道就是说很素吧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感觉 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感觉 快看这个脸反正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脸上就是特别的自然 对然后就是像这种比较大的场景也是有的 看就是风景很漂亮 什么你不要过来啊 你没事吧 就是比较自然的那些 就我觉得是就是很自然很beautiful 对反正我反正第一次吧就是拍这样子的照片 其实一开始还是就是很紧张 我就是在想这这也太这跟我平时完全就是已经不一样了 怎么办呀的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很很很紧张 我都不知道拍出来会怎么样也没怎么就当时也没看 还有就是还有还有一套就是特别特别性感 特别啊大人的成熟的魅力的那种 看一下 哇好性感哦 看是这样的是不是很性感 哇大家快去看一下哦 什么 啊对有一种自然的美 好好好好好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关注一下吧 这个是封底 这个是封面 什么 啊对对对 就这 反正反正 反正我今天就是来庆祝一下的嘛 庆祝一下都不行了吗 很开心哦 第一次的那个 啊叫什么啊 出版社的写生集 而且还去了我没有去过的那种 是那种海岛还有就是那种森林啊 河流啊大海啊沙滩啊 因为是镜像所以看着是反的 就其实这个是镜像镜像 啊对 就这也信的美 什么 不是 让大家关注一下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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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